可以看那個雲端白板上面 那我們先直接看那個多頁面的 那大概是這樣 我們比如做出來類似像這樣 這個中間基本上就是一個list view 這個前面都做過 只是上面多一塊 這一塊其實設定一下就好了 那底下的話用一個內bar 內bar的部分的話 當然這個是home 首頁就是這個首頁 地圖的話就是說 當我切過去其實你會發現 這邊有這麼多景點 那切過去的話 假如說每一個景點都一個頁面 那其實也是一樣跟剛剛一樣 就是變成說你這邊 如果要切過去 那這個就五個連結 就要五個頁面 不過基本上我們不會這樣做 我們怎麼做呢 反正連過去都用這個地圖去顯示 那這個地圖你只是告訴他說 它的經緯度 它直接去幫你把那個 經緯度的那個位置秀出來 所以比如說我今天台北101 點擊下去 它會幫我怎麼樣 把這個地圖秀出來 並且 當然你這邊可以打個地標 這個圖可以 可以顯示出來 另外這個放大縮小都不會有問題 而且如果你手 假設你在手機裡面放大縮小有沒有問題 再來也可以切換 有沒有這個模式 另外呢 這一個框框的大小 其實也可以調整 再來就是說 這邊有個小人有沒有 這個小人飛過去呢 會不會顯示街景呢 基本上也是會啦 沒有問題 怎麼跑到人家家裡去 沒有 跑到101裡面去 因為現在街景 它已經可以穿透了 所以有時候 如果你這邊是101對不對 你可以穿到底面去 除非你放到外面 它才是外面的街景 也不會有問題 甚至如果是它底下這個捷運的話 有沒有 地下鐵啊 它也可以穿透到那個 應該是地下 就是到那個地下鐵裡面去 因為我試過了 最近 像這邊吧 我不知道台灣的 我知道那個在 日本的 地鐵 就可以跳到 它的地鐵底下去了 所以這邊假設 我今天 是沒有捷運 這邊有捷運對不對 如果捷運 我假設 弄到地鐵 這邊 這個裡面 這好像還是外面 它好像沒有辦法穿透 對人沒有進去就 它這個好像沒辦法 有 國外的那個地鐵是有穿透 也就是它已經把 地下鐵的街景 幫你拍出來 那你可以穿到底下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說 你走到地下鐵的時候 會迷路 因為它都可以讓你走走看 好 那類似像這樣 可以回到首頁 101 故宮 有沒有過來 那另外就是這個地方 run in run out 這個都可以更改的 比如說你一進來 你希望近一點 這個run都可以改變的 它可以再切回到首頁 有沒有 40這個夜市 OK 還有那個木柵動物園 切過來 OK 所以這一題總共有幾個重點 其實有兩個頁面 第一個兩個頁面 第二個的話 怎麼樣去做這個list view 這邊有連結 上面有個熱門景點 當然 將來你也不見得一定是一定要找這些景點 你可以找別的 比如說像我很喜歡 像跑那個其他地方 那你可以找你喜歡的點 比如說像那個 像我最近去宜蘭網 我覺得宜蘭最近發展還不錯 你可以去找一些景點 那你要怎麼樣找到那個景點 你需要找到景點的幾個訊息 第一個 它的經緯度 那怎麼樣去找那個經緯度 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那個經緯度的 查詢方式 其實很簡單 地圖裡面 那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找那個 新北市勞工活動中心的經緯度 點擊它 這個時候 它會出現 一個 地標的圖示對不對 如果你希望查到經緯度的話 很簡單 按右鍵 這邊有什麼呢 這是哪裡 有沒有看到 所以 假如說你今天需要幾個地點 那你們等一下可以找幾個 也許 同一個區域也可以 或者是不同區也可以 你按右鍵這邊 這是哪裡 它會出現什麼 這邊有一個什麼 經緯度 有沒有 底下這個就是了 請各位把這兩個訊息 把它存起來 好像前面是緯度 後面是經度 所以我們這邊好像是什麼 我們這邊是東京吧 經度是東邊 北緯 東京跟北緯 所以這是東京 這北緯 對 這個緯度是經度 北緯的是25 25 然後越向南 好像越來越少 因為中間是赤道 赤道是零 然後 往上是越來越多 OK 最多好像到 到90 然後 東 我們是北緯 東京是東半部 這邊有一個數字 請各位就是把這個數字把它記起來 然後大概找個五個景點吧 等一下我們會分別 把這五個景點變成剛剛的那樣子的一個範例 五個景點點進去 它會跳到那個地圖上面去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這個動態的 OK 那